通常我们看电影都会去区分说你看的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 可是看大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样的区分是没有必要的 比方说陈耀诚呢他在拍康有为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呢 那他选择了我觉得就是说模糊在剧情片跟纪录片之间的一种方式 我想他用这样的方式是很聪明的 因为康有为这个历史人物呢 从教科书或什么我们对他有很多的既定的看法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导演呢又用了很多所谓的剧情片的这种 剧场表演的方式跟建构 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知道为什么康有为他的内在啊 的很多的情感的因素驱使他外在做那样的事情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影片当中尤其有些令我感到非常难忘的场景啊 比方说在啊啊当这个妇女啊就 康有为跟他的女儿康同碧那他们在这个挪威啊去看啊 观赏那个所谓的午夜的太阳啊太阳升起 那这样的一个场景呢你要是纪录片去的话通常他没有办法 给你显现说那个场景是什么样的一个动人 但是他却用这种剧场的呃灯打灯跟这种啊不景的呈现 让我们真的能够被那一个场景所震撼哈 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呃形式上面非常自由 然后充满了创意元素的一部电影 是一个很特殊的观影经验